請收看 為心世界 擁體洪水學 團發江澤 吳載節 祈求彼岸 任志祥 我去記 祈求彬岸 任志祥 各位會長 各位企業家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在中華民國 95年的6月29日下午4點多了 我們很榮幸有機會來到東莞長安台商會的第三樓會館 那我到底要用佛洛威公或還是要用國語講 國語啊 然後我說國語是台灣國語喔 真正的語言佛洛話佛洛威啊 佛洛 佛洛洛是中原的話 中國人中原最早的文化佛洛洛洛 先天佛洛 後天佛洛洛 這個是我們的語言 中國人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最原始的語言就是佛洛威 但是因為時代在變 變到現在呢 我們還是與這個語言呢 反正能交心 能溝通的就好了 那佛洛威和國語有兩個不同的意義 佛洛威呢 就是陰生往內 國語呢 北京語呢 就往外 妳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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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 所以我們做生理來的地方 儘量說給我 欸 任黨的啊 任黨的啊 叫自己的心 任黨啊 是叫別人的心喔 心就在外面不會交心耶 這中國人 想佛洛的啊 我們 大家做生理 大家做生意 意 大家做生意 大家做生意 交這個心嘛 所以佛洛威就是中華 想古的文化 佛洛威就是中華最原始的文化的語言 那麼 我們修道人也是一樣 修道容易啊 悟道難啊 悟道容易正道難 正道容易啊 行道難 行道容易了 弘道難 弘道弘揚這個道 我今天來弘揚 企業經營與工廠風水學的管理 就是紅道 紅道最困難 好 我用國語講 還好 我們現在大家國語的聽都懂 在台灣呢 很多歐巴桑 我講國語 我現在今天講的 回到台灣 一個月後 早上台視一定會播出來 在台灣早上看這個節目的 我一上歐巴桑特別多 我講國語咧 播了兩三天 他們就打電話來了 你跟阿師傅講啦 你不要講國語的 講國語的我聽不懂啦 所以紅道難啊 因為我很想要聽的啦 我們師兄講 我有打字拍這個 我就看不懂啦 紅道難啊 所以紅道最困難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慢慢地恢復到最原始的語言 紅道歐巴桑 我們都很有涵涼的 很小樣的 很有涵涼的 我們用紅道話 絕對不敢罵別人喔 我們講國語 北京語 不敢罵自己老母呢 罵自己媽媽咧 爸爸咧 所以 紅道歐和北京語 和滿族語啦 滿族的語言 有不同的境界 那麼風水就是一內一外 經營企業也都是風水 因為風水呢 不干涉到宗教 風水的法則是從《易經》而來 《易經》有幾千億萬年就有《易經》了 而且《易經》它的精神啊 它的內涵 就是在告訴我們的生命 告訴我們的智慧 開花我們的智慧是《易經》 風水是在告訴我們 整個社會環境 家庭環境 工廠環境等等 這個都是風水的法則 今天我第一次在大陸正式 對大眾講解中華文化 將中華最寶貴的文化交還給我們所有的同胞 我們雖然有住在台灣的 有住在各地的 我來到這裡我是外省人 是不是 我來到廣東來的我就是外省人 我們又到台灣呢 你們就是外省人啊 我們到了河北我們又是外省人 但是總一個解中華民族 恕我們的本家 恕我們心靈的本家中華民族 在幾百年前啊 藤山過台灣 藤山過台灣 將很多很多的風水 異星法則傳到台灣去 藤山過台灣 現在又從台灣 將這個廟環又帶回到大陸來 換成台灣過長山 是不是這樣 一來一往嘛 然後就藝嘛 藝經就一來一往嘛 所以以前 我祖先 兩三百年前 長山過台灣 從漳州 漳州呢 到台灣去 現在又從那裡江妙華傳過來囉 這是第一站 我覺得我們很有福氣 很有福氣 經過鬼谷先師王蟬老祖啊 他的慈悲 他答應我們林董事長 林會長 一個愛心一個慈悲 走了好多趟到漳州 一直排一直排 我說你去到老祖前面前去花火院 去花火院 你要將王蟬老祖啊 鬼谷先師 我們中華文化的廟法 風水廟法把它轉過來 我們中華文化的廟法 風水廟法把它轉過來 所以今天晚上在他的工廠 公司 那麼 共和王蟬老祖 王蟬老祖 那麼 王蟬老祖是誰 他在天上 天上的 我們的 鬼谷先師 王蟬老祖 很大的 神 無極的 神 那麼 在世間 是鬼谷師 鬼谷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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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土地有多少 我們做的 所拜的祖師 就是孫兵 孫兵 為什麼拜孫兵 孫兵 是 血液的祖師 血液的祖師 當時呢 他的腳 的筋頭呢 被旁間把它剁掉了 他才去做一個血子 陪爺啦 所以那血液的祖師也就是 孫兵 那日本 徐虎 徐虎呢 到日本去 當時秦始皇 既今天 兩千兩百二十四年的 今天呢 就是徐虎啊 就到東營去 帶了五百頭 男童女到東營 那個徐虎呢 他 一經風水是最好的 所以把中國的風水啦 中華民族的 一經風水傳到日本 日本才這麼的精盛 那當時徐虎呢 為了讓他的子子孫孫們 不要對中國人 一種起一種抱負責 等等的不好 或者侵略的行為啊 所以當時徐虎呢 他留了一個名言 凡是未來在日本東營 這個國家呢 以後的所有天皇 絕對不能發動 侵戰 侵略 向中國打仗 若是 有違背了 怨天之地面 所以在八年抗戰 最後那兩個炎子彈下去了 突然 天皇呢 他打開 在他們的日本天皇留下來的這一些名言啦 看到了才恍然大悟宣佈投降 哦 這個歷史上 雖然是野死 但是也是正死 不能讓人家知道了 那就是徐虎留下來的 他知道未來在東營的日本會來打中國 回來打中國 糊裡糊塗 所以那時候就已經就留了這個名言 而且有很多風水學都是徐虎留下來的 所以本人啊 這些風水的妙法 自從日本 他們的 當時的 總督府 在台灣的總督府的 也是國師 也是他們的總工程師 所留下來的風水的妙法 所以要傳這個法 今天我又到大陸 第一次他上 這個在大陸 傳這個法 是將這個法交還給中華民族 交還給中華民族後代子祖孫孫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我只希望我們整個 無論王虎將相 煥夫走足 都能夠將中華文化最好最法好的文化 而且融入大自然的文化 這個妙法 大家用在生活上 用在社會上 用在工廠 用在家裡 我相信這樣 整個我們 中華民族的祖祖孫孫們 都能享受到 古聖先前留下來的法寶 所以這個是科學 物理學 而且非常非常 具有創造內在心靈清淨的一個法門 這疫情和風水 這就是本人今天來到這裡 是要將我們中華文化交還給 整個中華民族 中華兒女 整個中華民族 中華兒女 所以本人在台灣 在民國 七十二年 七十一年 柴田病時 七十二年的開始 慢慢行道以來 一直一直一直從武到游 將中華文化一直推廣一直推廣 去印證去正道 花學風水和工廠是最大的關係 所以我才發現我一定要將我風水學 一一一的把它毫不保留 而且經過印證正道的把它弘揚 因為風水學是我們中國人的華寶 那麼最近來這兩年來 我舉辦世界華人養成班 已經有兩年了 有七八十位的華人朋友們 回到世界過地 將這個廟法傳道過地 現在也都在開課 也幫助一些不必要所受到傷害的 無論外國人 反正人就是有用處 一直證明說 風水不管是王侯將相換夫走出 都是離不開風和水 所以今天我們這麼好的一年 台灣又到 就過唐山來了 又回到唐山來了 將這個廟法把它再傳回來 我也希望我們大家要用以非常理性 而且用以智慧來看待風水學和工廠的管理 和企業經營是極其相關的 中國人 古聖先前有一個名言 三分之一病 三分之一風水 三分之一打拼 三分之一命 三分三分一怕病 三分之一風水 三分之一病 我們都能到世間上來 我們的命都是平等 都很好的命 三分之一打拼 大家都在打拼 大家希望都能成功 大家都希望事業上有所成就 然後利益大眾 將你的最好的產品 和分享給所有的消費者 三分之一打拼都有了 但是三分之一的風水 三分之一的風水 非常嚴重的大課題 我這麼多年來所接過源的 很多很多 接過三年的有好幾十萬人 那麼在企業方面 工廠等等 印證到的 若是一個人 他的工廠風水 若是有偏差了 忽略了自然的法則的時候 他做事業一定比別人累 而且無中生有事情太多太多了 在台灣國內 印證證得到太多太多 所以我才決定 將這個法文 借各種的音源 借各種各種的方便法文 在弘揚 郁京和風水的法文 我在台灣電視台 到今天 在台市已經兩千七百七十幾天了 兩千七百七十幾集 這個是早上六點到六點半 晚上呢 我家風水數位台是講國語的 講國語已經五百多天了 所接受的層面 大家所接受的以後 他們大家對愛我的環境 確實很重要 我們不能違背環境 違背環境呢 就是逆天 所以天是環境 環境就是風水 曾經在台灣有某一位企業家 原來他經營的很好 有一天呢 因為辦公室不夠了 不過呢 他就在向出去的右邊就是虎邊 他又蓋一個辦公大樓 原來的辦公大樓呢 只有三層 辦公和工廠只有三層 他面向出去我們所講的白虎邊 後邊啊 他就蓋了一個五樓 一蓋上去上樑了 他整個的裡面員工出去抽貨 老闆出去也抽貨 什麼問題都一直來 弄成裡面的自己工廠的工廠 莫可奈何 經過朋友的介紹呢 他到我台中以前叫經修院 問我 問我為什麼這樣呢 我就跟他譜個掛 站個掛是風水有毛病 工廠風水白虎洞 我說你白虎是不是蓋房子起來了 因為對啊蓋一個辦公室不夠嘛 我說你就是怎麼樣 你要蓋 你也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以前沒有風水的毛病嘛 沒有風水的觀念啊 我認真做就好啊 如果不認真做 光講風水有什麼用 你的觀念正確 但是風水就是大自然的法軸 那問我怎麼辦 我把整個辦公室移過去 移到你新蓋的地方 這邊就不要了 變成改在那邊 你就換農邊全部動起來 農邊動起來呢 那做問題呢 你就化險為夷 風凶化吉 趨吉避凶 四兩拨千斤 我還沒蓋好呢 地樓趕快整理 三天內的鍋都整理出來 趕快搬過去 不然會再死人 你說夠了 沒有你試試看 你試看看 回去 那麼 家裡就有遇見了 那麼急也不急再一死 結果 過了第三天 第十 第五天 他的師弟 載過出去 去弄一個條 弄一個死竅竅 連一個廠的管理也弄了 死竅竅 那麼才 好又很急 問我怎麼辦 趕快搬過去啦 三更半夜 要趕要趕啦 這四兩拨千斤 就是這個磁場已經亂掉了 磁場亂掉了 那麼我們就要融日自然環境 就沒有事了嘛 還有我們在彰化有某一個沙場 這個 黃沙場 那有一天我跟他們的廠長說 誒 廠長 看一看 會消失喔 他說有可能 我們的消防設備做得很好耶 我不相信你看一看 你等一下好了 那過了幾天 他們的員工糊裡糊塗 把一些沙 但他多餘了 把他丟在右邊 旁邊的走廊 走廊不知道什麼原因咧 吐在裡面啟活 我叫羽 如果是羽絲 經過台化全都完蛋 哦,我也叫跪眼,老师啊,师傅啊,怎么办,再开个门嘛,让这个气,让它消掉嘛,里面的游离电,游离电把它消掉就好了嘛,现在已经23年了,也没有再这么活形。 所以这个都是风水的管理,企业经营当然大家都有智慧,企业经营呢,大家都是非常有这个尝试,而且还是很认真,但是为什么使不上力,为什么我们很多企业在经营,工厂在经营的时候,好像永远是缺少一个这个原动力,为什么呢? 就是工厂问题,工厂的风水问题,所以风水啊,它是原来宇宙间就聚职就有了,人是后天再来,人后天再来,工厂后天才盖的,先天的就是风水是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它就本身就聚职了法门,所以今天 来到我们东莞长安分会这里呢,借用这么这么好的 这个地方呢,来将中华文化风水学和工厂的管理法则呢,我也一条一条一一了,来跟各位解释。 本中文就维心中,维心就是平衡的法则,维心,我们大陆是维物,维物是外,维心是内,物一定有它的平衡点就是心。 维物,我们的工厂都是物,产品都是物,但是工厂里面一定有一个平衡点,正中心的平衡点,那个就是维心。 所以物和心两者都是等号,你要找到维心,一定要有维物,维物一定有维心,两个完全平衡的,绝对不冲突,而且相容的。 你要创造物,必须要用心,用智慧。所以心就是智慧,心就是文化,心就是法。 所以用这些法则来把它平衡,把我们工厂风水将它平衡了,就是易经之道,也叫做大道。 好,在我们好多年前,有一次机位了,也是在上海,我们一位信徒,他开了一家工厂。 这家工厂,他开始经营的也不错,不错的,他有一天,他的亲友,要跟他借过工厂,希望他再补盖一个工厂给他,给他作为办公室。 他也就跟他盖了一个办公室,盖了办公室呢,他就盖在他总办公室的后面,因为有空地嘛,盖过后面呢,那么盖了形式呢,很凶,像一只老虎后面咬屁股。 好,那盖好了,他亲戚就搬进去了,开始来了,他所有的一切的业务都换小人,走到哪里就被斩到哪里,他奇怪怎么这样,我说你有什么毛病什么,他说我最近就是我亲戚,他要来上海。 然后一个办公室,在我后面,我就盖过给他,当办公室,前面我不好意思盖嘛,因为是我的文面嘛,所以盖后面,结果他的口咧,就像他的屁股,就是像老虎口咬着。 那怎么办,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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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办法把它移掉,才稳下来,这个是风水法刺。 所以就是行,有其行必有其零,有其零必有其硬。 这个道理也就是风水。 所以我们的区业管理,比较简单,风水管理最困难啦,风水管理它是大宇宙的法轴。 风水管理是,它地球的能量,太阳,月亮,还有九大行星,还有七星,它们整个的力量,我们最难管理。 但是古圣先前有留下来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妙法。 留下来以后咧,那就我们依照这种方法,绝对不会有所差失。 我本身是经营测量工程,那就是中兴测量公司。 在现在台湾,我测量公司还是继续在经营。测量员有140几位,测量公司的工程人员还140几位。 我们的测量也都从卫星直接定位。 在国家重大建设,一定离不开我这个中兴测量公司的技术。 所以,我是反对迷信的。 我是提倡正信,提倡科学工具,提倡这个数理、食材等等的。 所以在921的时候,本先博士呢,一个千火残堂,比这个大上一两倍。 一两倍,里面都没有注资。 因为当时呢,我怕像我们这样今天要这里办个演讲的时候,如果有柱子呢,后面的就看不到了。 所以我纳门宽三四百平,我全部就不要柱子。 但是建筑书他不关我设计,他这个根本就不可能。 我算一算,用易经算,根本就是可能。 他说不可能,我是可能。 而且上面还要一层楼。 那建筑书,不要,我这一条钱我不赚。 我说你不要贪,你也要贪。 贪功顶,赚功德。 我就已经算了,多少多少钢筋多少,有多少的SPA,距离怎么样。 我就算一算,就给他了。 我问他说,陈建筑书,这个按照我算的,可以撑上九级到十级地震。 他哪有可能,你回去再算啦。 所以送到台北,电脑中心,建筑师结构技术,两三个结构技术,不要漏我的气。 结果,算的结果可以九级以上。 他说老师啊,奇怪,你算多久? 我算不到五分钟。 我不要五分钟,我用一个易经做算法。 结果我盖了。 按照我讲的这个规则去盖了,九二一。 前后房子都倒掉掉,我那个迁了三档,连列一个凤也没有。 这就是易经。 所以易经不是我们所讲的怪力乱神。 风水也不是宗教之类的,易经也不是宗教。 易经是文化,风水是文化。 所以易经和洪水是中华文化道童。 将近有七千年,从福西一化开天,再化屁地。 这个开始到现在将近七千年,六千八百九十几年,快七千年的文化历史。 所以易经的法轴告诉我们,人在大地、天地之间,我们如何融入自然。 这是易经之庙,也是风水之庙。 所以日本啊,它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弘扬到日本。 它所有的建设都是非常符合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的法座。 那么我会得到这个庙法的原因。 就在三十六年前有一天,我家很不平安。 我就经过一个建筑师的朋友介绍。 我去拜访一个邱老先生,就是邱智棠老先生。 当时他是81岁了,在苗栗的公管乡的大坑。 我去拜访他两次都没有碰上。 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就见到邱老先生。 非常哭泣,很慈悲的。 两对夫妇在那边等待。 等邱老先生出来的时候,她请问各位有什么贵士。 首先有一位夫妻,两位先生,她拿了一个日课给邱老先生看。 邱老先生这个日课,我们这个结婚,儿子结婚这个日课好不好。 邱老先生就把书,就换换换换,换一换。 不行耶。 这个日课结婚的时候新娘会掉刀耶。 会掉刀死窍窍耶。 哇,两位老人叫靠哭哦。 我说怎么这样呢? 她说她呢,儿子结婚了,第二天早上找不到新娘。 结果新娘子呢,用一条绳子绑在脖子,死在床下。 怎么死的,一个米。 为什么要绳子绑着,在床下死掉了。 我心里毛毛,选日很厉害。 好准哦。 那时候我都没有经验。 那么邱老先生按换过了,又换了一位。 两位夫妻,又拿了日子给她看。 邱老先生这个结婚好不好,这个日子怎么样。 再换给她看。 哎呀,横祸而死啊。 两位老人家又哭。 我问她怎么样。 她的儿子结婚,那一天呢,刚好在同楼。 以前同楼乡,同楼一个铁路,那里的,没有高架桥嘛。 很早以前,三十几年前了嘛。 那新娘子到那里,熄火了。 在铁轨上的熄火,火车撞死了。 新郎新娘,司机全部撞死。 那个日子就这样横祸。 后,后,我就一定,那时候下决定,我一定要来把这个风水学好。 尤其看日子,怎么那么准呢。 所以我就请邱老先生,跟他安排去看我家里,我家很不平安。 不平安去看后,第一个风水。 山上朵朵的风水。 秋朗先生,楼盘一两。 哎,火坑呢。 我也听不到什么火坑。 又把书翻出来,给我看。 你看,里面有八分水,书都写好好,有八分水哦。 哦,我看不太真了。 而且雪光不断哦。 我家里两年开刀,开五个嘛。 那么,又到下面一个风水。 再来看哦。 又拿了,哎,火坑。 这个,你的祖先的头会向后转耶。 会向后转。 奇怪,怎么会这样呢。 你看,书又有写哦。 又有写哦。 这个水是七分。 上面八分,这个七分。 这个头颅,祖先会不安,头会向后转。 哦,那,好了。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选日子。 结果把他要挖起来。 我帮他讲,第一个挖起来,水八分。 第二个挖起来,头向后转。 我问邱老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说第二个,向出去一个电杆,高电塔。 很近不远,刚好碰上电塔。 所以向后转,祖先不平安。 这样而已。 所以以后,我看到, 凡是我们住家,出去碰到电杆杆, 或是碰到灯塔, 铁塔,祭泉碑,祭泉塔。 尤其我们现在大陆,很多的祭泉碑,祭泉塔。 很多的艺术,艺术的标志。 你们大门出去,最好不要碰。 你碰了,那个头像会转,表示事业会失败。 这个很灵。 所以我就挖起来了,重新找个地点, 重新安葬。 那么那段时间,三四年, 我就每天有空就跟着邱老先生, 一边测量,一边做工程, 一边带他看朋友的房子,一边学。 学到有一天,他看我那么勤学, 他就跟着我说, 张先生,你回去拿回家赌好了,最不拿回家赌啦。 我说好,很感谢,就拿回家。 那天晚上回家我就认真抄。 那时候没有Copy机嘛,三十几年前。 我晚上都没有睡,抄抄抄抄, 抄到九点都好了,拿去还给邱老先生。 他问了张先生,你抄好了没有。 我拍一些戏啊。 因为那么好的话,没有地方买啊。 只有他才有,他用抄都。 我抄回来,把他抄过来。 连选日课,选择日课,你只懂功选。 放开来不好就不好,好就好。 像一般的通书,完全不一样。 我跟邱老先生说对不起啦,我很想学啦。 他邱老先生才问了说, 我也跟日本的工程師偷操了,我在想,哇,有其師必有其徒啊。 但是這是要傳給大家的。 所以我一邊學學學學的,一邊印證印證印證,好多年了,到民國71年,我開始生病。 彩典病死了以後,我向觀世音菩薩華國醫院,若是我能病好的時候,我決定將公司測量工作交給學生,我要來行道。 觀世音菩薩點頭了。 所以我腎臟萎縮的毛條都補掉了,一邊長大,到底要切哪一個不曉得啊,都不能切啊。 那時候我才認真練佛,一邊修行。 觀世音菩薩也點頭了,我就認真練佛修行,在家修行,一邊修行,一邊工作,一邊做,慢慢轉給自己的學生。 三、四個月,我的病好了。 好了,以後,我就開始正道,繼續地專心,要從這邊行道,將一經風水的法則,能夠傳給大家。 所以在民國七十二年元月十五日,我就將整個的測量工程,或者公司的交給自己的學生去經營。 現在經營得很好,我就專心來將邱老先生所傳的廟法,從日本接過來風水廟法。 那毫不保留了,來傳給又需要的朋友們。 結果這段時間來,我印證了風水之廟,確實影響到我們的企業經營。 有一次在苗栗的地方,邱老先生,他過來,張先生,那一棟房子也會修喔,那一棟房子也會修。 我為什麼會修?我把他量了,跑眼量了方向,結果坐在一處火坑。 坐在火坑方向,他就也會修。 經過沒有兩個月,那一棟房子會修一樣。工廠就燒掉了,是職場。 燒了,過了幾年後,後來有一年,我開始民國七十二年行道的時候,那一家工廠的老闆來問我。 我說那一家工廠,先生都會修出來,是誰的?是癌的啦。 他是客家人嘛,我就是癌嘛,是不是?是癌的啦。 這一個,越來越證明,越證明風水對工廠、對企業,它這個影響息息相關啦。 所以我在民國七十二年以後,我專心地將我們的風水和液經,以普掛,和工廠風水住家等等,一一地印證了很多很多。 因為今天呢,要到這邊來,那一些書要帶過來很不方便。 本來我也是要送的書給各位。 因為有一次,我帶到荷蘭。荷蘭啦,我在那裡規劃了一個八卦城。 中國未來最有紀念價值的中華文化大榮爐八卦城。 結果我在海關過關的時候,在廣州的機場,他們就把我沒收了。 那我要送回去,不行,就要沒收,五百本,沒收了。 我說,沒收了可以,你要分給大家喔。 我們會處理,一定拿去做人情,送給大家。 所以我就想到這個問題了,我就沒有再帶過來送給各位。 若是各位,你們未來要的話,我們也會在大陸這邊,這個出版商,文化商, 以最不違法的方式,會在這裡印給各位。 或者你們回到台灣,你們回到宣佛寺。 到宣佛寺來鎖取我們《易經風水》的書。 我們也成立了台商服務聯社。 專門為我們台商企業界的朋友,服務工廠的風水。 剛才我們劉明勳,他擔任我們的台商服務聯社的社長。 林東榮,講師,當秘書。 還有張昌明,好多位的我們的講師也都參與這個行列。 所以我們會利用最適當的時間,為各位服務工廠風水的這方面的技術和學問。 所以希望我們將我們中華文化能夠弘揚到世間各地。 讓大家能夠享受中華文化這個華寶的殊勝。 因為風水的法則在世界上,無論黑人、白人、紅人等等,我們都是有用的。 因為風水不管你是哪一國的人都是非常息息相關。 在前年我們世界華人結業了以後,回到紐約去。 一位女醫師,楊醫師,剛好美國一位夫婦。 怪病,醫不好。醫不好,你的住家一定有問題。 他就到他住家去看。 因為這個男子怎麼頭? 那就是他睡覺的地方,這邊廁所,套房的廁所。 這一個汙澤之氣,往這邊衝。 往這邊衝,結果算這邊,都這樣,彎彎的。 他的老婆,這個要彎,彎彎的算不好。 又檢查沒有病。 結果他看,就是他瓦斯爐。 這組換的地方,對面剛好冰箱。 冰箱和瓦斯爐相對,一定會咳嗽。 一定咳嗽。 而且咧,腰痠還痛。 好啦,我們這裡楊醫師,他就問他,你把冰箱移走。 你把床位移到別的地方。 換別的地方,你不要衝刀錯手,也不衝門就好了。 過了幾天,兩夫妻咧,好高興喔。 我說你們中國人,這個廟花太厲害。 尤其台灣的疫經和風水太厲害了。 不是台灣的疫經風水,但是中國文化疫經風水。 換來那些外國人咧,美國人,有病咧。 朋友有病,都帶他要找楊醫師,你不要看病,幫忙看家的病。 他說,他家裡有病,看家的病。 這個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病,人的病,家也有病。 所以叫做佛有佛像,人有人像,烏有烏像。 皇子有皇子的像,面像的像。 如果蓋錯了,哇,那個真是很糟糕耶。 任有太大的本靈,還是卸下去。 和粵真技運喔。 為三國和、兵为為心中彼此。 為我四、四、四、五、四、上轺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